美國流行月天后 泰倫斯美選終於選邊站 她在美選辯論後 Paul文表態說會投給賀錦麗 因為她為權力而戰 並讚賞賀錦麗副手滑茲 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LGBTQ 權力 試管生殖和女性身體權 最後註明自己是美小孩的貓女士 配上首爆愛貓照片 開酸共和黨副總統參選人 泛斯九號Paul文說海地人吃貓 痛批他煽動移民恐懼 挺川大將特斯拉創辦人 馬斯克Paul文開酸說 很好泰勒斯你贏了 而川普則以四字針言 回應說我不清楚 泰勒斯不只會寫分首歌 送給前男友 根據英國獨立報報導 2019年第七章專輯裡的 這首歌正式在暗批川普 需要冷靜 而在8月時 川普在社群平台盛傳 泰勒斯要粉絲票投川普的貼文 還加碼白人女性 穿上SWIFT一聽川普T恤 最後被抓包是AI合成照 如今泰勒斯打破沉默化身 美選最強助選員 就看泰勒斯能否發揮 含水會結凍的助捲效應 建循雅惠文蔡琼滿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西政策 聯盟 由 西政策 西政策